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动物园的朋友们也多起来了 而且老虎们也都出来晒太阳了 那像这个是多大的老虎了 这是一五年出生的 到现在七八岁左右吧 那什么时间 或者说什么天气来 动物园看老虎是比较合适的呢 天气最好的话 肯定是风和丽丽啊 出太阳的时候是最好啊 这时候动物要稍微比较活跃 一般是动物在早上比较活跃 那下午的话呢 他吃饱了 肯定要睡觉 也要午休啊 对吧 跟我们人是一样的 他们吃饭的点 和我们吃饭的点是一样的吗 老虎的话 他们只吃一餐 早上就喂一顿 喂一顿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自己的自由活动 那现在下午就正好 他的午休直接开 他们在睡上午休 对 太好了 我才知道 原来老虎一天都只喂一次 一顿 对对对 那能吃饱吗 因为是这样的 因为是 你可以看到 他们活动范围很小 吃得太多的话 会对自己产生负担 所以我们控制他的量 保证他每天的局地是这样 因为老虎也在野外的话呢 他也不可能每天都捕食到猎物 所以他经常是饿一顿 饱一顿 鸡一顿 这样的情况 那刚才我们也说 咱们动物园呢 有目前数量非常多只的 这个老虎 黄南虎 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去 看一下更多的老虎 好不好 好好好 那边呢是这个东北虎 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往前看看 这个华南虎 果然这个颜色的话 就比这个东北虎 要深一点 要深一点 更亮一点 我们的新生的花虎 要比东北虎 要鲜艳一点 有黑色的条纹 不知道这个老虎的条纹 它是不是 每一只老虎的条纹 都是不一样的 对 老虎的条纹 就相当于我们的指纹 每只老虎的条纹 是不可能重复的 就跟我们人类的指纹 是不可能有重样的一样 就是我们识别 它的一个标志 对对对 现在这两只的话 是多大的 这是19年出生的 今年大概三岁左右 三岁 对 刚刚成年 刚成年 对对 老虎成年的话 一般是母子在两岁半 公虎在三岁 这一只真的特别可爱 你看它躺在木头上休息 它这个姿势 姿势就是非常标准的 就是我们可以在那种宣传片 那个图片里面 看到那个老虎的姿态 葛优堂吧 直接摊在那 葛优堂 一看它就很舒服的样子 也在春节放假期间 对 是的 现在此刻在放假期间 那个是它的玩具吗 就掉的那一颗 那个树桩 然后挂爪 挂爪的意思就是 让它磨它的爪子 因为爪子太长的话呢 会陷进它的肉里面 会让它产生伤害 所以我们挂了跟那个树桩 让它自己产生磨爪的行为 你看这个已经被抓了 很难穿过 过段时间我们就把它换掉 因为时间太长了 除了东北虎 今天难得见到的雪虎 也出来营业了 在这之前我来就是踩点啊 包括做一些准备工作的时候 因为是南上一直下着雨 甚至还下了雪 都看不到 但今天的运气非常好 而且我已经注意到了 有一只 我真的来了很多次 都没有看到的白虎 这次也可以借着我们的镜头 来感受一下 我没有这么近距离 看到过白虎 这就是孟加拉虎的白色变种 它跟一般的白虎还不一样 因为它身上的黑色条 没有黑色条 所以它是白虎的 另外一种叫雪虎 雪虎 对 这就是09年到我们动物园 从济南运的来的 到现在估计差不多15岁左右 15岁 在野外的话 应该是它的生命的极限 然后我们现在看到 它身上的毛有点脱 因为年纪大了 有点半兔的现象 所以没办法 年纪大脱化了开始 逛了这么久 萌萌和哈妹可别把今天的任务给忘了 咱们还要给小老虎送去美食和玩具呢 我们带来了香喷喷的鸡腿肉 想不想吃 有人回答我吗 你一看 你鸡腿一吃 已经开始把这个嘴伸出来 是的 鼻子嘴子伸出来 那在这我们也欢迎我们 华莱士的工作人员 也感谢华莱士 跟我们也打个招呼好不好 对 新鲜的鸡腿 观众朋友 辅年好 那我们今天带了一些什么东西来呢 带了我们华莱士的鸡 我们打开看一下 对 因为给小老虎带的这个美食 和我们平常正常的人类吃的食物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是吃生食 而且也是需要非常精心的处理 那咱们带来的这个鸡腿 就是已经处理好了的 新鲜的 已经处理干净的鸡腿 我们一会给虎爸看看 是不是符合我们这个标准 对 没放任何调料的吧 没有没有 那可以可以 没问题 今天的鸡腿 这小老虎应该都很爱吃吧 我亲手喂喂开 先给你说个样子 好好好 来 来来来 他真的很像那个小朋友 他都拿两个手 来 你试试看 哎呦 我有点怕 来来来来 吃到了 吃到了 你看他们会追着那一只 拿到了鸡腿的老虎 是的 你怎么有啊 为什么我没有 都有都有啊 宝宝们都有 你要不要试试 我来试试看 直接丢进去就行了 直接丢进去吧 哎 你们别抢了 手千万不能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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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太虎了 你太虎了 每只都吃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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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只没有 这这这这 哇 你看他的那个小爪子 突然一下安静了 都在吃 吃饱喝足 小老虎们也该运动运动了 今天 萌萌和哈妹给小老虎们 带去了他们的同款老虎玩偶 不知道看到Q版的自己 他们会不会有兴趣呢 进到虎楼里了 他是喜欢我这种草包 还是喜欢你这种的蠻蠻蠻的 这个是他平时会玩的玩具 对 这个是我们送来的新礼物 对 你得撤了吧 好的好的 好棒 他们八只是可以关在一起 他不能关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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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不是一包 这边是四包胎 这边是三包胎 跟一个不是女 就必须得是 同样的父母的话 那他们才会在一块长大 对对对 因为同一个父母的话 他们对彼此也比较亲近 比较熟悉 如果你突然搞另外一次过来的话 他们会产生应激 对莫生的东西比较刺激 放笼子了 有两只 还是奔着自己原本平常玩的 有两只 对我们送的这个玩偶 还是比较好奇的 是 上去秀了秀 看看有什么味道 有什么熟悉的味道 这是为了一个玩具 已经开始吵起来了吗 对啊 跟我们能力是一样的 你抢他的东西 他不给你 尤其是他这个时候 只这个年纪啊 对对对 小时候最正正好玩的时候 看来这只老虎玩偶 小老虎们还是非常喜欢的 尤其是其中一只小老虎 一直和玩偶玩个不停 哎 这个男人是老虎啊 这个老虎啊 有点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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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实际上应该是学宫游了 对啊 你看啊 他的个子这么大 但是他们玩玩具的时候啊 还确实是个宝宝 哪个玩个子 该不是宝宝的啊 这么可爱的小老虎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 可以来到南昌动物园 和他们打招呼 好 去下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自由 芝麻油赞助播出 人老腿先老 没有力气一摔倒 上了年纪啊 腿没力气 发酸发胀 像灌了签 腿脚没力气 就趴在浴室滑倒 前阵子摔了一脚 自己遭罪不送 还拖累了孩子 人老腿先老 没有力气一摔倒 想要腿脚好 调养五脏 不足气血 溶氧经脉是关键 易瘦强身高 融会健体脱落 不慎养肝 气血双补 等百年名方 形成二十二味药材大作方 经十九道工序熬制成膏 调五脏 补气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气 人老腿不冷 腿脚有力 不摔倒 易瘦强身高 咨询电话 400-636-7799 上了年纪 你是否感到腿脚无力 酸 麻 胀 痛 容易摔倒 这是由五脏六腹虚弱引起的 皇帝内经称之为 伪病 易瘦强身高 根据皇帝内经 甘虚至精尾 心虚至脉尾 脾虚至脊尾 甚虚至鸡尾 甚虚至骨尾理论 配武人参 黄旗 甘草 剑皮通落 熟地 黄金 三七强筋兼骨 当归 白韶 红花 荣雅精脉等 形成二十二味药材大作风 调武脏 武器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 腿脚有力不摔倒 易瘦强身高 咨询电话 400-636-7799 我叫李世青 今年六十二岁 我熬高熬了大半辈子 刚方 经酒间浓缩 能润泽五脏六腹 历来名贵 易瘦强身高 源自江苏省明老中医陶念堂 融会剑皮通落 补肾养肝 气血双补等明方 形成二十二味药材大作风 这个凤子是老爷被传下来的 都有一位 早一位也不是医生家 总共有十九道工程 每一道都不能够 通过调武脏 补气血 强筋骨 让腿脚强劲有力气 易瘦强身高 国药准治 中药高方 咨询电话 400-636-7799 广告之前的天青仔 欢迎回到真正的播出这个地方公告 好 我们现在从南中市鲁远鲁里 买马嘎便 转到个喜福旧 西安盖山 虎年给老虎取名字 毕竟可是不多见的机会 说不定还能聚集很多福气 你看今天哈姐带着楚苗 来到福州仙盖山野生动物园 来看四个多月的小老虎 看看它喜欢什么样的名字 我们这只小蒙虎的话呢 现在还是处一个在线争鸣的 这么一个状态 我看已经有很多网友发来了 他们给老虎取的名字有非常可爱的 什么豆豆毛毛阿宝悠悠 也有很洋气的达芬奇奥斯卡 那一会呢 我们就用这个网友取的名字 来叫叫我们四个月大的小老虎 看它对哪个名字比较感冒 好的 哈姐来了这么多次哈 有点失落 有点失落 怎么不叫哈仔呢 哈仔 你不要这样抱着我好不好 你抱着我干嘛 哦 他好可爱哦 其实他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园长 因为园长的话呢 就是从小从他出生就是抱在怀里的 我看一下刚刚那个网友 记得有一些名字 我记得是阿宝 叫一个阿宝 没反应 我换一个洋气的 他说喜欢洋气的名字 巴洛克 哎 巴洛克 他看了我一眼呢 他喜欢这个名字 再换一个可爱的 肉肉 肉肉 哈哈哈哈 叫他求羞 我把这么说 包仔 包仔 哈仔 不理我 刚刚叫他肉肉的时候他有反应了 可能他并不知道肉肉是叫他的名字 以为是我们要给他发肉吃了 哈哈 有的人说虎年不来看老虎 眼里看不到福气 胆大的人说虎年不摸一下老虎 福气不会到你身边 你看 楚苗 战战兢兢的就把手伸过来了 你看楚苗啊 这个两腿在那瑟瑟发抖啊 摸完小老虎 估计楚苗在虎年的福气也就到手了 不过还是嫌福气不够多 这不 楚苗拉着哈姐就去虎山看大老虎 虽然是坐防护性非常牢靠的龙车 可楚苗这一上车就迫不及待的说 诶 师傅你那个门关好了没有 我换严实了啊 千万别把这个环节露了 看了没有哈 楚苗再次盯住 你们在这笑啊 门内关好 我看你们怕不怕 好了 虎山已经开始了 车辆还没行驶多远 老虎都还没遇到 楚苗就出状况了 我想回去了 这下回不去了 好的 我们已经进入了第一道门了哈 马上呢就要见到我们的老虎 我们的车是会一直开 还是会在某一个户地上下来 会停 会停 就是故意让老虎来扒我们是吗 看到吗 老虎来了 看到吗 我们一直 看到哈 这个动作就是虎虎声威 我们的老虎的爪子好厉害不 看到没有 这个爪子哇 非常的锋利啊 虎乳缸的 猫科动物哈 猫科动物老虎 哇 他的这个 哇 他这个牙齿 哇好大呀 这下发出一声吼 两个人在打架 在吵架 在捕食 现在就是 看到吗 厉害吗 他的舌头好像有刀刺 有刀刺吗 我在网上看到他 那个舌头好像有刀刺 真的吵架啊 阿姐 哇 这个 哇 你看到他爪子吗 看到了 哇 这个就是巴掌脸 啊 他的这个 这个爪子就跟人脸一样大 他真的生气了这一下 听到了吗 啊 不要过去了 我们这边有多少只这样的成年 成年虎 有28只 28只 啊 还有幼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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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里面还有幼虎 有幼虎有多少 幼虎有10只 那就38只 这个30多只一起下山的话 我们这个车 震得住他吗 震得住 这个安全 我们两道网 两道网安全 安全 安全第一 安全第一哈 OK大家不用担心哈 所以我们这个老虎它是分两批上 上班的 人流上班 老虎也是轮流上班 你知道吗 就跟我们值班一样的 哦 今天放他出来 明天就放他出来 哦这样的是吗 那我们山上有工作人员吗 有啊 我们有10万元在上面 你们不怕吗 不怕 习惯了 他也就习惯 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的工作人员跟老虎是不是分开的 都是分开 我们有安全通道 吓死我了 有安全通道 对啊 那这下我就放心了 我们的老虎是这个分批 早班晚班 你知道吗 轮流上班 我们春节也是轮流上班 我们老虎 我们老虎一年四季365天 也是轮流上班 就在哈姐和工作人员聊的热火朝天之时 却发现楚苗不在旁边 我说的 人呢 怎么没声音呢 你们用一只鸡 逗了它半天 结果最后没给它吃 等下老虎发火了 我看你们怎么办 吓死我躲在后面 大老虎来了 好了大老虎来了 大老虎来了 你有没有看到他头顶个王 哦 他来了 老虎来了 哎呀 你看他 两步 两步就上了我们的车 你看到没有 哎呀这个母老虎也行 哦 母老虎公老虎是吗 这个是公了 一对的哈 现在我们是给我们的老虎来送下午茶了哈 哦 来送点心的 给他们家这餐哦 过年了 哎 这个是公虎还是母虎掉走了 公虎 他都不给他老婆吃一点 这太坏了 这不是一家人 感觉 人家是掉回去 在这个家里再给老婆吃 这样的老虎要不 老虎在外面要面子的 回家再分 给大老虎送完下午茶 好 接下来就是狮子 哇 那只熊狮在上面 你看到他 有棕毛的就是熊狮 你看到威风鸣鸣 你看到没有 哇 这是狮子 我觉得还是 我还是蛮喜欢看他的 有点王者风范吧 站在那山头 这个狮子 我看到他就想起我小时候看到那部动画片 我看哈姐就像呼噜寡文 你知道吗 这个童年呢 没有你幸福 我看的动画片都是 我头上有鸡脚鸡脚 我身后有尾巴 对对对 我感觉 不是 我感觉跟狮子 我还敢敢跟他吵架 刚刚见到老虎 我人头怂了 因为他声音太有阵子 对 他哄那一声 我吓得直哆嗦 嗯 感觉这个狮子还稍微温顺一点 也可能是我想多了 对 他的下午茶来了 不能让他吃的太饱 我们工作人员说了 太饱了 太饱了就养一身的懒肉 下一站 下一站 不给你吃啊 人家在动了半天也没给他一起吃 给他吧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什么呢 那就是稀有物种孟加拉虎 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的白虎很漂亮 太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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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是在动物园这种繁殖的 我可以 他这个孟加拉白虎的话呢 一般都是三年后才能成年 就是刚刚我们在那边看的两岁多的 还没有成年 对 老虎的话一般都是 成年了 这个是多少岁的 七岁了 七岁了 一般老虎的寿命的话呢 是二十多岁 那咱们这里面有多少鱼 这个孟加拉雪虎 养殖 养殖 因为各国动物园呢 生存数量的这个白虎都不多 都不多 对 非常的稀有 来给你家餐了 他们两个在一起过久了还是生好吗 在自然界非常的难生活 所以 白虎的话呀 在我们动物园繁殖养殖的话 可能会生活的更加的好一点 对因为我们会给他加餐 加上我们现在给他的这种生存的环境啊 也非常的好 因为现在这个白虎的话 在野外已经濒临灭绝了 非常的稀有 他走路真的很优雅 哈姐你看一下 你知道这只白虎价值多少吧 白虎是数百万对不对 数百万 数百万 是吧 价值不菲吧 是不是不菲 我要把这个数百万带走 不过国呀 他这个目前存活的白虎 数量非常的稀少 对 濒临面具 他这个雪虎浑身雪白很漂亮 而且就像刚刚我们饲养员说的 你有没有发现他走路的姿态真的很优雅 很优雅 你看吃东西都是那么的优雅 我爱上这只孟加拉雪虎了 跟刚刚的那个东北虎虎王的那个 那个气势完全不一样 那个气势完全不一样 这个很优雅很温柔的感觉 可能温柔我也是误解了 老虎有温柔的 没有看到发威的时候 对对 好了我们的虎山行即将结束了哈 我们要下山啊 朋友们啊 今天大家看得过不过瘾啊 来楚苗你说你看得过不过瘾 我看得过瘾 没有抱住我大腿啊 我是看得过瘾 然后胃的过瘾 然后刚刚也吓得过瘾 就像对 总之就是过瘾 对 两个字概括过瘾 所以大家呢如果说 觉得我们这个野生动物园好玩的话 那也可以亲身来体验一下 因为在网上看跟亲身体验 也是不一样的一种感觉 对 但是今天的这一场节目呢 我们就要说再见了 各位 拜拜 祝大家新年快乐 今天我们到的县改善 可以吧 是否得有所 为什么 因为 这对老虎的喜分 还是永远非常 其实 不过瘾 是这样的 除了这现在 是一个老子 亚生动物园 还非常进展 非演组 那样这个节目当中 我们一定会给大家播出 大家千万给大家 好 下来休想我们今天的广告 广告我等你 今天就在里面 下期再见 有时 我们的爱也带着风险 未动力 轻幽爽 特别添加卷曲乳干菌 国家发明专利菌株 常胃无忧亲密无鉴 君严未动力 元旦春节期间 疫情防控有要求 要求两个主动 省外返乡人员 要主动向社区或村组提前报备 从省外来干反干人员抵干后24小时内 主动开展核酸检测 要求两个做到 做到非必须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做到不举办不参加无防控措施的聚集性活动 要求两个必须 在公共场所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必须做好个人防护 一旦出现发热等可疑症状 必须就近到发热门诊就诊 齐心协力抗疫情 群防群控保平安 是的 做菜要用好友 我选他 他 他是谁 常康 绿泰 双低 压榨 蔡自由 是的 绿泰 双低 更放心 更放心 绿泰 双低 压榨 蔡自由 广告组继续 继续欢迎回到真正播出的比方道卡 到了五年了 我们杜兹频道 专门制作了 专属个老虎表情报 另外呢 还推出了个个可爱的老虎舞 好多朋友们呢 都去跟我们主持人一起来聊 接下来我们今天给大家吃个小朋友 姐妹现在挑的浪漫了 来 小朋友们 小朋友们 刚才有个小朋友 已经跟我们学习了红布舞 在这呢 我们也是告诉大家 学习好我们 学习了我们的红布舞之后呢 可以上传到 都市频道微信公众号的现场演 只要上传成功 就有现金红包哦 那我们的 你跳的好我可以给你红包 来 红开始好不好 来 音乐想起来 来 都过来 都过来 两个人都不爱着跳舞 哎 小鼓子乖乖把耳朵 我 我 也小样子学走路 初恋 最美的领悟 嘻嘻嘻嘻 一来一想 公开个老服务就来了 这个链也提前预告 明显来说五四点半 我们都是频道和福音台直播 周上继续 而且又想直播当中 精心云得为中奖和观众 分别到南庄府就个两地 跟老服精心亲密的接触 当然了 那我们也管一下法律师 我们提供的政绩 下期节目了 江西电视台都市频道温馨提示 头晕头痛胸闷心慌 要警惕粘稠的血液正在堵塞您的血管 请及时清洗 血液清 血管通 心脑才好 血液粘稠 就怕堵了心和脑 经常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你需要清洗 清洗八味片 粘稠的血液 缓慢流进心脏 流过大脑 容易引发 头晕 头痛 血热 乏力 就怕堵了心和脑 清洗八味片 三百年清洗股方 专要清烘血 祝您血液不粘稠 烘血清 心脑好 专要清烘血 梦奇清洗八味片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 再好的本事 也要靠个好身体 好 腰疼 腿疼 腰疼 腰膝酸痛 疯啊 输筋建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 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吸酸痛 输筋建腰丸 配方砖 传承陈礼记四百年治药精髓 药材好 黑老虎牛大力十三味药材 书筋剑腰丸 强筋骨趋疼痛 专药专制腰椎筋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 书筋剑腰丸 对药 广州白云山陈礼记 活脆更药 向心传承四百多年了 好 今天的节目 又给大家晚上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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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那今天我们来到的是 南昌动物园 我看一下看 我这个春节七天假期 我有五天室在动物园 你知道吗 老虎认识你了 我准备今天 要带只老虎回家 好不好 今天呢 我们不光是带大家来看老虎 而且呢 还准备了很多的礼物 要送给大家 对不对 我想大家已经看到 我手上这种灯灯